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早安 我剛剛就是坐高鐵從台北下台南的時候 還有剛剛在旁邊跟你們的學長姐聊天的時候 我碰到了一些新生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 就是你們的生肖應該跟我是差不多一樣的 那所以這代表了我們 差不多就是你們成為小學新鮮人的時候 就是我成為大學新鮮人的時候 剛我在高鐵上發現這個驚人的事實的時候 崩潰了蠻久的 這事實讓我非常的震驚 不過也讓我陷入了一個場考 就是說到底十二年前坐在你們的位置的我 那時候在想什麼 然後我開學典禮的時候 新生入學典禮的時候 到底有誰 跟我講了什麼東西 是我現在還記得的嗎 那於是我在高鐵上又崩潰了第二次 因為我真的不記得任何一個 我在新生典禮上面聽過的任何的話 所以我就開始有點懷疑人生 覺得我今天來到底可以做些什麼 是不會浪費大家時間的 是可以讓大家帶走一點東西的 那 這是音效嗎 好 我繼續講齁 不過我一邊崩潰的時候 我也一邊覺得 其實崩潰說不定蠻貼切的 蠻切體的 因為我在準備這個題目的時候 燈大人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本來想要找一些 可能有點振奮人心 或者是蠻勵志的故事 來跟大家分享 可是我發現我怎麼樣 都想不出來這種故事 我一邊回想一邊發現 真的我會記得了 燈大人的故事 都是很多崩潰的故事 燈大人好像真的是一個 蠻令人崩潰的過程 所以我今天時間沒有很多 我就想真實一點來講一些 在我燈大人的過程裡面 可能三個讓我最崩潰的時候 看看這些崩潰 跟你們現在有沒有一些關聯性 這樣 我先問一下 我現在的回音好像有點大 你們聽得清楚嗎 還可以齁 好 那我繼續講下去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 先來聊一下第一個崩潰 我的第一個崩潰 其實是 光是要放接下來這張照片 就讓我蠻崩潰的 我要先跟大家介紹 快要上大學之前的我 長什麼樣子 這張照片是我 高中快要上大學的時候長的樣子 有人看得出來哪一個是我嗎 欸 那個沒有動齁 我看一下喔 投影片 有動嗎 你們看得到照片嗎 看不到 可以 可以 這個就是我 高中快要上大學的時候長的樣子 還看得出來哪個是我嗎 好 不敢猜可能怕傷害我 沒關係 我真的就是 你們照片裡面看到最左邊的那個人 我要放這張照片的時候 其實 就很猶豫 因為我想說 主辦等位對我蠻好的 網站上面放的照片都是蠻美的樣子 我幹嘛要自毀形象放一張這麼醜的照片 不過後來我就蠻釋懷的 因為我看到我中間的同學 覺得他的犧牲可能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就釋懷的放這張照片 那 不過放這張照片 除了出賣我的同學 跟出賣我自己之外 其實也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我老實說 真的也找不太到 我高中的時候表情 是正常的什麼照片 回頭看其實 呃 這一些奇怪的表情 是一個當時候我下意識 做的一個決定 因為從小到大 我在教室裡面 在學校裡面 大概就是 有人用英文會說 就是叫做 teacher's pet 老師的寵物 我不太 不太敢說我一定很聰明 可是我很小 可能就悟出了一些大人的遊戲規則 所以 我很會考試 我很會討大人的歡心 我很知道我可以怎麼樣 得到大人的掌聲跟肯定 所以 我一直覺得我只要繼續這樣子 用這套遊戲規則努力下去 我應該就可以過著幸福美滿的人生 直到 呃 照片中間大家看到我符合大家 所有大人的期待 考上了 呃 高中的第一志願 穿上了綠制服 讀了基歐班 而且還當選了那時候學校的騎手 有一天 我站在升級台上面的時候 就看著台下 全部從頭到腳 都穿著一模一樣的制服 唱著一模一樣的歌詞 做著一模一樣的動作 黑壓一片 差不多就跟現場一樣 差不多三千多人 的那個畫面的時候 我瞬間覺得我的人生 好像沒有這麼困惑過 我到底是誰 我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呃 還是我只是某個工廠 產線裡面中的一個產品 我就算比較會讀書 就算成績比較好 又怎麼樣 好像到頭來我們從頭到腳 甚至我未來 要讀什麼科系 要讀什麼學校 要做什麼職業 過怎麼樣的人生 都已經是被別人決定好的 都是我成績單上面的一些 阿拉伯數字去決定的 所以 到底 我在這邊做什麼 我每天這麼努力 又有什麼意義 好 那 那個很困惑的我 就開始用各式各樣 不乖的表情 不太一樣的表情 呃 用一些很消極的 無聊的方式 嘗試讓我自己覺得好過一點 至少在照片裡面 黑壓壓的一片 你認得出來我是誰 可是顯然 就是 這不是一些很有效的方式 我給大家看另外我的一些 無聊的嘗試 我把中間那張照片放大一下 大家看得出來 這張照片有什麼 可能不太正常的地方嗎 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賣關子 但你可以看一下 我從頭到腳 跟大家解析一下 之所以會有這張照片 是因為 因為我媽有一點 在我畢業之前受不了 所以一定要拍張照片下來 給我的後代子孫看 呃 那為什麼她這麼生氣呢 首先是我的頭髮 我的頭髮乍看 可能沒有什麼太奇怪的地方 可是其實 如果你看我現在的頭髮 我現在的頭髮 滿塌的 因為我髮量沒有很多 所以 我的高中時候的頭髮 也是同樣的頭髮 可是為什麼那個時候 看起來那麼蓬鬆 大家想猜猜看嗎 欸人很多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想猜的話 幫我吼大聲一點 太癢了 戴假髮 喔 其實我要是那時候想到就好 沒有我沒那麼酷 我沒有戴假髮 我無聊的 抵制的 方式 呃 就是我開始決定 我高中三年都不要梳頭 所以我高中三年 沒有用過一隻梳子 我的頭髮的綽號 叫做鳥巢 後來到一個程度是 我的同學 把它改名叫做黑洞 因為上課如果很無聊的話 他們會玩的遊戲 就是會把各式各樣的東西 不管是瓶蓋 筆蓋還是橡皮擦 反正就會丟到我的頭髮裡面 很神奇 就像一個黑洞一樣 它永遠掉不出來 所以那就是我的頭髮 然後再往下看的話 下一個可能有點奇怪的地方 是我的制服的襯衫 看出來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欸這邊有我的學妹嗎 有學妹嗎 學妹可以揮手 啊學妹好 有嗎有嗎 有一點點 好 學妹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襯衫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我就不賣關子 這個襯衫 奇怪的地方 是它下面的扣子都不見了 呈現一個高叉的狀態 那些扣子是被我扯掉的 然後我也不想補上去 那往下看的話 就會看到我的裙子 我裙子可能有兩個奇怪的地方 第一個是它異常的長 大概有膝下15公分左右 為什麼這麼長 是因為我把鬆緊帶拆掉了 我就是穿著一個沒有鬆緊帶的垮裙 第二個奇怪的地方就是 它本來應該是擺摺裙 但是我把它燙成一片裙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穿著一個一片的垮裙 去上學 然後最後往下看的話 看到我的襪子跟鞋子 我的襪子也是一樣 鬆緊帶被我拆掉了 然後我的鞋子 有人看得出來 那鞋子有什麼不太正常的地方嗎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可以大聲吼一下 沒有人猜得出來 因為它看起來真的沒什麼太奇怪的地方 本來有人 之前我放張照片的時候 猜說它原本是白色的 沒有那麼離譜 可是它有一個奇怪的地方是 它有點異常的大 你們看這個人體比例的話 為什麼它有點異常的大 是因為那其實不是我的鞋子 那是我爸的鞋子 我為了不想要穿跟其他人一樣的鞋子 所以我就偷了一雙我爸 看起來比較中性的鞋子 裡面比我腳大很多的那個部分 我就塞了衛生紙 塞了棉花 我就每一天這樣穿 才上學穿了三年 我為什麼要做這些無聊的 小幾個抵制 就也是一樣覺得 這些都不違反校規 可是我想要挑戰 大人們的底線在哪裡 我還曾經做過另外一件無聊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的學妹們 有沒有曾經聽過這個事蹟 在有一段時間 但為期一年的時間 我故意每一天遲到 遲到到我某一個程度 我開始每一天被煩愛校服務 現在還有愛校服務嗎 有齁 每天被煩愛校服務 那如果大家有去過我的母校 台中女中的話就會知道 台中女中是全台灣 校地最小的高中之一 你從前門就可以看到後門 它大概呈現一個摸字形的狀態 摸字形的中間 就有一個魚池 我的愛校服務 就是被罰要拖魚池旁邊的地 每天午休的時候 要拖魚池旁邊的地 然後我會知道 就是因為我非常愛睡覺 所以要犧牲我的午休 是一件讓我非常不爽的事情 所以我每天一邊拖地 我就在想我可以怎麼樣報復 就發現呢 這個魚 裡面的魚 大家有沒有讀過一些科學報告 只要鯉魚的智商其實蠻低的 你隨便一下它 就隨便你揮個拖把 就是有一些風吹草動 鯉魚就會被嚇得 就是 活蹦亂跳的 就是很緊張這樣 只有每一天的樂趣 報復性的樂趣 就是去下魚 我每一天都會 砥砵自己發明一個新的下魚的方法 然後我每一天每一天 累積成一個下魚的專家 有一天 我上完基礎物理的時候 我發現 有一個定理 是我沒有想過的 就是如果我創造的 在魚石上面的陰影面積越大 魚的驚嚇程度應該就會越大 那我要怎麼樣去最大化 我上面的這個陰影程度呢 以下我要講的 如果真的有是 物理很好的人 應該會覺得 物理應該就沒學好 但總之我那時候就是 天真的以為 我只要跳得越高 我就可以產生越大的陰影面積 所以我就可以越下雨 那我要怎麼跳得越高呢 我就需要助跑 把這個動能化成 一些胃能之類的 所以我就開始助跑 然後我就倒退助跑 倒退開始助跑 一開始助跑 我就開始後悔了 因為我是 完全忘記那個地台 剛被我自己脫過而已 所以我基本上 就呈現一個噴射狀的狀態 完全沒有辦法阻止我自己的 就啪 就跳到漁池裡面 那時候是午休的時間 全校就是鴉雀無神 全校基本上都聽到 那一聲很大的 啪 的一個聲音 所有人都圍在那個 摸字型的建築上面來看我 據我當時候就是 微觀的同學之一告訴我說 他們那時候看到的 就好像是一隻水怪一樣 因為我全身都是水草 然後我又穿著綠色的制服 然後就從浴室裡面這樣浮出來 然後他們真的 他們知道是我 因為我每天都在那邊發愛笑服務 因為他們覺得 真的很丟臉 不想要承認認識這個人 後來就有人跑去找我的導師 說你們班有同學 掉到漁池裡面去了 我導師說 怎麼可能 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笨的人 我教台是自由班耶 那可是實在 太多人跑去跟他講了 所以他就 我導師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他穿著20公分的高跟鞋 就從導師就一次衝來我們教室 把門踹開 說聽這種班有人掉到浴室裡面 是真的嗎 這個時候看到 坐在他前面的我 就滴滴答答的 坐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很戲劇性的 他就倒吸了一口氣 然後說 I smell fish 因為我全身都是魚的味道 然後隔天升起的時候 教官就宣布了一條新的校規 就是我們不能下雨 這樣子 那 對於創了一條新的校規 其實我是蠻得意的 可是顯然不管是從制服上面去挑戰 或者是從創校規去挑戰 不是一個多麼有效的 幫助我自己 認識我自己的方法 到了高二的時候 我開始越來越接近崩潰 因為學校開始跟我們講一些 未來要怎麼去考模擬考啊 怎麼準備選志願的事情 我真的快要受不了 我覺得 我根本不認識我是誰 我只是考試卷上面 成績單上面的一些數字而已 我根本不知道我是誰 我要怎麼做選擇 可不可以不要再逼我了 所以 這個時候剛好有一個機會 一個 很棒可是很昂貴的機會 是一個美國史丹佛大學辦的一個高中生營隊 號稱可以幫助你探索自己 我 求我爸爸媽媽讓我去 後來我爸爸答應我讓我去 雖然所有的大人都反對他 他們覺得你為什麼要浪費這個錢 為什麼要做跟別人不一樣的事情 後來我才知道我爸爸那個決定 花了他幾乎所有的積蓄 去了史丹佛大學的時候 我受到非常大的刺激 我碰到的是在那邊跟我一樣 年紀的高中生 可是他們的想法跟我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們認為大一大二其實不一定要選系 可以繼續探索 而且他們覺得我大學讀什麼科系 跟我未來做什麼工作 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 我碰到有人想要讀哲學系之後去讀醫學院 有人想要讀物理系之後去讀法學院當律師 我開始很震驚的覺得 為什麼這些人看起來 比起我被這麼多的框架跟規則束縛的我 他們卻看起來是這麼自由的人 我非常非常的羨慕 所以我想要如果可以的話 努力一點去到跟他們一樣自由的地方 那我回到台灣的時候做了這個決定 可是那個時候距離要申請美國大學已經高二下的時候 其實已經剩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身旁所有的大人跟專家都說我瘋了 我有一個媽媽的朋友 他就是一個所謂的留學專家 他跟我說你知道嗎 美國的這些名校的錄取率平均是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裡面又只有百分之十是國際學生 這百分之十又只有百分之十是有獎學金的 因為美國大學很貴 我們有獎學金不可能讀得起 然後最後他說 你還要再乘一個百分之十 因為現在大陸人都把台灣人的名額給搶走了 所以你一定要再乘一個百分之十 所以基本上你考得上的機率 就是百分之十 乘以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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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等於零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想 那時候我很生氣 因為我想告訴他 一點都不等於零 可是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我要去浪費時間 我還有一個很戲劇化的阿姨 他有一天來我家吃飯的時候 拿起筷子就開始哭 痛哭 我說你在哭什麼 他怎麼安停了 你從小筷子就拿很遠 現在還有這個係數嗎 你筷子就拿很遠 你要是現在飛出去 你就永遠不會飛回來了 所以阿姨求求你 不要飛那麼遠好不好 甚至連我學校的老師 還有教務處的阿姨 因為我要申請國外大學 他們需要處理一些額外的文件 業務之類的 他們從來沒有給我好臉色看過 我有一個學校的老師 甚至告訴我說 呃 柳安婷阿你知道阿 我們國家花多少的錢 在栽培你們這些學生 尤其是你們這種資優生 你現在不僅要背叛學校 你要去美國 根本就是背叛國家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忘恩負義 所以在這麼多重的壓力之下 為了要讓大人閉嘴 我就跟他們做了一個妥協 一個談判 我說這樣子好了 白天的時候 我要照樣 穿你們要我穿的衣服 去你們要我去的位子 讀你們要我讀的書 考你們要我考的考試 可是如果白天做得符合你們的期待 你們就管不了我晚上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開啟了長達一年的平行人生 真的只有十七歲的肝可以這樣子操 一天只睡兩到三個小時 白天去學校讀學測考模擬考 晚上讀美國的SAT 寫美國的大學申請書 那這種苦日子過了一年之後 時光快轉一下 來到高三的三月 那個時候推真放榜 是那個時候 我考上了大人的心中的第一志願學校 可是美國的大學是四月初才放榜 所以我等於需要在 我不知道有沒有美國大學要錄取我之前 要決定我要不要去那個 所謂的第一志願去報到 所有人都覺得當然會去報到 報到什麼好損失的 可是報到的那一天 下午五點截止之後 我開始接到了 一連串連環砲憤怒的電話 來自我學校的老師 來自我各式各樣的長輩 因為他們發現我沒有去報到 他們說你瘋了嗎 你報到最差就是不要去 之後不要去讀就好 你為什麼不去報到 你為什麼要這麼不乖 但其實我沒有什麼 冠冕堂皇的理由 那一年三月的時候 我剛成年 我剛十八歲 我只想要做為一個成人 一個大人 我第一次做的決定 是屬於我自己的決定 不是別人替我做的決定 最差是什麼 就算我失敗了 最差我就再等一年 我再考大學嘛 人生放長一點 我覺得這個機會成本 是我願意付的 我寧可成為一個小時候的我 會比較喜歡的大人的樣子 所以 四月一號愚人節那一天 是美國大學要放榜的日子 因為時差的關係 我半夜四點 就開始爬起來 那時候網路很慢 那時候你們小學的時候 你網路多慢嗎 就有一些博街上 BBB之類很慢的網路 然後我狂按我的桌墊 重新整理 我的胃已經快要吐出來了 那個信跳出來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慢 一封一封的跳出來 剛開始每一封都是拒絕信 We are sorry We are sorry We are sorry 我快要暴怒了 不要再sorry了 不要再寄信給我了 可是好不容易等到 大概第六封信 竟然是一封沒有sorry的信 竟然有一個學校 而且還是我夢寐求的學校 錄取了我 還給我全額的獎學金 那是我成年以來 第一次體會到崩潰腿軟的時候 在那個之前 累積了所有的這些痛苦跟困惑 好像在那一個moment 去完全釋放出來 哭得像一個小嬰兒一樣 很多人會跟我說 啊你現在會這樣講 是因為你最後的結果是好的 要是你那時候沒上的話 我看你大概也不會去講這個故事 你看看你要付出的機會成本有多大 可是老實說回頭看 對我來說 重來一次 不管結果怎麼樣 我還是會做這樣的一個選擇 因為 在那個腿軟的時候 我學到對我來說登大人的第一門課 就是就算是最在乎我 最愛我的大人 都沒有辦法幫我預測未來 所以有句話說 啊我差點講一個事情 在我腿軟隔天 記者不知道怎麼發現這件事情 所以已經衝到學校來 要訪問的時候 我瞬間從老師們口中的問題學生 在這個報紙裡面 變成他們口中 台中女中史上最優秀的畢業生之一 連我的阿姨都打在跟我說 那個很戲劇化拿筷子的阿姨都跟我說 安靜 我從以前就知道你一定會成功 一定會飛鴻騰達 好 所以我再一次說事情是 在聰明的 在厲害的 在愛我的大人 都沒有辦法幫我預測未來 我想說是在哈囉 就是 為什麼瞬間失憶 所以 我最喜歡有一個 很懂我的長輩 他跟我講的一句話 他說 人生不是藍圖 他是拼圖 藍圖跟拼圖有什麼差別呢 藍圖 大家有看過像建築藍圖嗎 藍圖就是你盡可能去把每一個細節畫清楚 然後你按部就班的 可能就可以蓋出一棟房子 或者是你想要做出來的作品 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教我們的 只要我們計畫好 人生就像是一個藍圖一樣 可以按部就班的去蓋出來 可是老實說 當大人之後 每一個大人真心話就是 人生最好是有這麼簡單 人生也沒有這麼無聊 人生不是藍圖 人生是拼圖 拼圖是什麼 拼圖是你永遠不知道你下一片 拼圖會拿到什麼東西 是一片對的拼圖 錯的拼圖 是黑暗的拼圖 光亮的拼圖 你可能會拼錯地方 你要移動它 但是不管你下一片拿到的拼圖 是什麼樣的拼圖 如果你玩過拼圖的話 你就會知道 最重要的事情 是你要相信 盒子上面印的那個圖像 是你終究可以拼得出來的 如果你相信那個盒子沒有騙你的話 你這一個相信 就會影響你每一個拿到拼圖的選擇 那有一天 你回頭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一些選擇 真的堆疊出你想要看到的 那一個人生的風景 其實是先選擇相信 你才有可能去看見 可是如果你不先選擇 相信 你一輩子可能都在拼別人的拼圖 或者是一個 不是別人 也不是自己的 似不像的拼圖 你永遠都拼不出自己想要看到的圖像 那可 對我來說 才是真正最大的機會成本 所以 第一個我學到的事情是 先在看不見之前 就相信 是一種選擇 好 我要加速了 我要講第二個崩潰的故事 第二個崩潰的故事 是我上大學之後 我那時候 非常興奮的坐著 飛機來到 美國 我覺得我美好的人生就要開始了 一開始的時候 看起來真的蠻像是這個樣子的 因為我的學校 真的 有人號稱它是全美 最美的大學 那我自己就是 也 也覺得它說不定還是全世界最美的大學 當然我是有偏見的 可是至少我住的宿舍 這是我的宿舍 就真的長得很像童話故事裡面 一樣的一個城堡 我每天早上起來 就覺得我是一個公主 然後接下來我的人生 就是會過著 大概幸福快樂的人生 那顯然 事情沒說人生那麼簡單 一開學 我所有美好的幻想 全部 都一點一滴的 開始幻念 我坐在課堂裡面 教授孔莫橫飛 同學們正筆集書 可是我 卻一個字都寫不下來 我回到房間裡面的時候 從我的穿著 到我講話的方式 到我的整個走路的樣子 沒有一個不是同學們的笑柄 也好幾次 我回到房間房門外的時候 我在房門外面 就可以聽到我的室友們 大聲的在裡面 模仿我 嘲笑我 烘糖大笑 那 每一次碰到這個時刻的時候 我心裡面 就充滿了台語的髒話 那我現在不太方便 在這邊講這些 我心裡面真正的話 但我 罵完髒話之後 我就想跟他們說 你剛知道我在台灣 是上過報紙頭條的人 你知道我多努力 才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你要是要用中文上大學 你可以講的 有我英文的一半好嗎 我心裡面就有很多的 神氣跟痛苦 那最後 壓倒我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我的一門必修課 我們有個必修課 叫英文寫作課 那一門課上課的方式 有點殘忍 每一個禮拜上課的時候 教授就會給一個題目 叫你回去寫五頁的短文 你寫完五頁的短文之後呢 就要上傳到一個匿名的平台 然後每一個同學 就要負責在上課以前 下一次上課以前 看完所有匿名的文章 然後上課的時候呢 就是教授帶著所有的同學 匿名的 但是一篇一篇去眉批 學習怎麼樣去看到文章裡面 所謂好的地方跟不好的地方 那我們的成績 除了我們寫的文章 就是看我們眉批的時候 講話的頻率 所以 雖然我們都是匿名 可是我是班上唯一一個 英文不是母語的人 所以用膝蓋猜也猜得出來 哪一篇文章是我寫的 每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就是剉了一蛋 因為我的文章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我所有的同學就開始越來越興奮 像是磨刀霍霍像豬羊一樣 因為那篇文章是最好批評 最好沒批 最好評價 等到我的文章真的浮出來的時候 所有人就像是活過來一樣 會七嘴八舌地說各式各樣的話 有人會說 這篇文章爛到我以為是個小學生寫的 有人說這篇文章根本沒有論點可言 或者是有人會說這個開頭弱道 我第一段都讀不完 我每一次聽的時候都是心裡很痛 面紅而視 可是最尷尬的是因為是匿名的 所以我還不能 我還要假裝不知道那是我的文章 加入跟大家一起批評我自己的行列 有一次我一個同學長得非常的興奮 他竟然說 我真的覺得齁 這個作者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考上我們學校的 最後他講這句話之後 我實在真的是覺得追心痛 對他們來說 要寫午夜的短文非常的簡單 吃個晚餐寫一下 一下就送出去了 可是對我來說 每一篇五篇的短文都是我熬夜 偶心力氣才寫得出來 可是我每一個週末都要站在那邊 聽他們把我批的一文不值 所以我忍到上課的最後 一下課我就奪門而出 衝到外面 跑到一棵樹下面 哭了一下子之後 我就抬頭看到樹上有一隻松鼠 那一陣子我剛好讀了一篇文章說 松鼠的智商很低 那我總是一直覺得動物智商很低 但總之松鼠的智商是真的很低 那我看著那個松鼠 我就想 雖然他智商很低 但是我還寧可當他 我寧可當一隻松鼠 因為至少做一隻松鼠 不會有人質疑他 你憑什麼在這個地方 後來我就把這個心情寫在一個 我以為沒有人會看的網址上面 幾天之後沒想到我就收到了一個 我想像中連開機都還不會開機的一個大人 寫給我的一封信 這個人是我媽 顯然她偷偷學了一些電腦技巧 想要知道我在美國做什麼 這封信大概是這樣說的 我唸一下 她說 安婷 難過失落總是在預期當中出現 雖然跨出舒適圈的時候 你可能就已經知道 可是還是很痛 你的勇敢 帶領你跨出你的安全領域 一開始的時候絕對是波濤洶湧 幾乎要滅頂 可是就像聖經裡面 耶穌讓他的門徒彼得可以行在水面上面 剛開始的時候 彼得走得很好 可是當他開始低頭看見 不是眼前的那個可能 而是腳下的那個波濤洶湧的海水 他一害怕就掉到水裡面 耶穌跟他說 小性的人 你也一樣 你也一直用別人的眼光 在看你自己 甚至懷疑自己 怎麼樣進入這個學校 你忘記抬頭看看 愛你的造物主 愛你的我 問我們是怎麼看你的 你要相信 在我們眼中的你 是配得最好的 是如此奇妙的 不要一天到晚 把假想敵想得那麼厲害 所以 你可以每一天 每一天 選擇用這樣的眼光看自己 每一天 每一天 對鏡子裡面的自己說 我是美好的 我是可以突破的 媽媽也是一樣 有很多我無法改變的現況 我無力改變你阿媽的重病 我也無力改變自己神經的癌症 所帶來的後遺症 我只能夠每一天 一次一次的領受這樣的眼光 我才可能一次一次的站得起來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比媽媽強 加油我愛你 這封信 讓我想起我小時候非常喜歡的一本繪本 叫做你很特別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 在這個故事裡面 有一個木偶村 木偶村裡面的木偶有一個習慣 就是看到喜歡的木偶 他們就會在他身上貼金色的貼紙 看到不喜歡的木偶 他們就會在他身上貼灰色的貼紙 故事的主角 就是一個全身被貼滿灰色貼紙的木偶 他非常的痛苦 後來他聽說有一個木匠 是造他們所有木偶的那一個始作勇者 所以他就跑跑跑去質問那個木匠 他說你為什麼要創造一個瑕疵品 你為什麼明明知道我是個贼品 還要創造我出來 後來那個木匠跟他說 我恨不得你可以看見我眼中的你 不但不是一個瑕疵 還是如此的獨一無二 在故事的最後 當小木真的可以選擇這個眼光的時候 他身上的貼紙都掉下來了 不管是金色的還是灰色的貼紙 他成了一個我叫做不沾木偶 沒有任何的貼紙可以再黏在這個人的身上 這個故事還有我媽媽的信 回到我的第二個崩潰 讓我看見的事情是 燈大人 第二種選擇是你可以選擇一種眼光 我們可以選擇用木匠的眼光看我們自己 不論環境怎麼樣 不論我們看起來現在是成功還是失敗 我可以看見我自己是特別的 是有價值的 是值得被愛的 這樣我們才能夠成為有盼望的大人 才能夠成為一個不受限於其他人眼光 自由的大人 所以第二個我學到的東西就是 眼光是一種選擇 我要加速了我要講我最後一個崩潰 由於最久的 因為其實我還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 畢業以後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講過這個故事 是一些關於我前男友的一些故事 所以我先講一下前情提要 我老實說我高中的時候 對台灣男生印象是很差的 這邊不知道有沒有台中一中的校友 有嗎 可能不敢舉手 因為我接下來講一些你們的小小壞話 我高中的時候一直有一個困惑 就是為什麼台中一中都比台中女中急躁十五分鐘放學 每一次我們放學的時候 校門口就已經站了一排 應該看起來覺得自己滿有吸引力的男子們 可是在我眼中看到的 就只有他們真的很醜的髮型 還有遠遠就聞得到的汗臭味 所以在那個小小的年紀的時候 我就下了一個決心 我這輩子絕對不要交上這樣子的台灣男朋友 所以拚上美國大學之後我覺得 我這個不想交台灣男友的夢想也可以實現了 所以我就用拚第一志願的決心來拚我的男友 我甚至列了一個男友界的第一志願的條件清單 而且就這麼幸運的 讓我拚到了滿多個第一志願的 我的初戀男友 是對我來說只能用秀色可參來形容 他是化學師的學霸 然後是大提琴首席 他是足球隊的 他是一個模特兒 他是混血兒 他的媽媽是愛爾蘭人 所以皮膚非常的白皙 他的爸爸是委內瑞拉人 所以頭髮非常的深 眼睛很深邃 頭髮很飄逸 然後他平常的興趣 是寫詩跟攝影 除了英文之外 他還會講流利的西班牙文 法文還有日文 所以 我正式跟他在一起那天 我彷彿已經聽到了全校的學妹 心碎的 匡浪匡浪的聲音 老實說我心情是滿爽的 後來 我又跟另外一個跟他條件很像的學長交往 而且條件應該說比他更好 因為學長已經畢業了 賺的錢比他多很多 所以真的是高富帥 每一天晚上我們就是 在紐約最昂貴最厲害的酒吧 或者是餐廳約會 晚上有的時候他還會穿著皮夾克 開著跑車 來接我去兜風 如果我問他 你愛我嗎 他就會寫一封 一首西班牙文的詩 雖然碧容我完全看不懂 但是根據Google 他的意思大概是說 你的眼睛像寶石 你的頭髮像彩虹之類的 所以 我原本真的覺得 我應該找到了一個真命天子 甚至為了他 在我快要畢業的時候 在找工作的時候 我原本我的夢想是環遊世界 但是為了他 我只選離他最近的一些工作 在 我快要畢業前一個月 很奇怪的是 他開始人間蒸發 都不接我的電話 偶爾就算講到電話 他也只說他工作很忙 畢業典禮那天再見 等到我畢業典禮的那一天 我非常興奮的 穿著我的學士服 學士帽 東張西望等著他出現 我的家人都在我旁邊 從台灣飛過來 非常興奮的想要 認識我口中的這個真命天子 可是 我怎麼等都沒有等到他出現 終於在畢業典禮 快要開始前的最後一秒 他出現了 他跟我說 他說 他其實這一陣子不接我電話 就是因為 他越來越覺得 我是他的枷鎖 我限制了他 我讓他付出太多代價 所以他開始找到了一份 歐洲跟中東的工作 他下禮拜就要飛走了 他上來跟我說再見 我用我那個 據說像寶石般的眼睛 看著他 可憐稀稀的看著他 我求他說 就算要分手 你可不可以等到我畢業典禮結束以後 再分手 今天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天 我求求你陪我 但是他只冷冷的看著我 他說 做不到 再見 他就走了 看著他走的這個身影 原本我以為我已經要出社會了 我已經登大人了 我已經不會再崩潰了 可是在那個時候 我仍然就是崩潰 倒地 腿軟 哭得像一個嬰兒一樣 所以 那個時刻之後 時光快轉一下 來到畢業一年半多之後 那個時候我已經辭了我第一份工作 剛回到台灣 要成立 Teach for Taiwan 為台灣而交 創業的過程真的非常的辛苦 很累 有一天 可能真的太累太辛苦了 我的團隊夥伴像是被引爆一樣 從一件很小的芝麻串皮的事情 開始吵架 接下來開始口言 惡言相向 互相攻擊 互相激怒 講了一些非常刺人的話 我看著那些非常刺人的話 我又默默地在家裡 自暴自棄流淚 48小時不吃不喝 後來有一個朋友 看不下去 決定來把我拖出門 拖去照片裡這個地方 就是木炸動物園 他本來希望我最喜歡的動物 就是河馬 可以療癒我 可是我就繼續不爭氣地站在河馬旁邊 狂流淚狂呼 後來我跟這個朋友說 我放棄了 反正我就這麼爛 反正我就這麼累 我就現在回家打包行李 買機票我要廢回美國 過比較簡單 過比較舒服的生活 原本我覺得 一個正常的朋友 這個時候應該要跟你同仇敵愷 或者安慰你一下 可能跟你說 呼呼喔 秀秀喔 你已經很棒了 別人都不懂你 你可以回去好好睡一覺 你做什麼我都支持你 之類的 可是我沒有想到 我平常這一個 看起來非常溫文儒雅的朋友 竟然大聲地跟我說 你在說什麼 你或許真的很累 你或許真的很做得不好 可是你忘了你回台灣 到底是為了什麼原因嗎 你做這個決定 本來就不是為了證明 你是一個多完美的人 多厲害的人 你是一個 你跟大家說 你想要帶領大家到達的地方 所以你現在 給我站起來 回到你的夥伴的前面 因為你根本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的夥伴們 他們是你承諾要領導的人 我當時 聽著他講這句這段話 我就跟旁邊一起在看河馬的群眾們 不可置信的瞪著他 怎麼這麼斗膽的人 冒著被我討厭一輩子的風險 這樣子公眾挑戰我 可是心裡面的最深處 我知道他是對的 七年後的現在 我可以無悔的站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過去這七年 Teach for Taiwan TFT所做的事情 還有他所帶給我 個人而言 無可比擬的滿足 是因為這個人當年的斗膽 後來這個朋友 這個台灣人男性 就是我的最後一任前男友 就是我現在的勞工 他現在坐在這裡 我們一點都不是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全台灣都我們吵架的痕跡 可是我們卻選擇成了 一輩子的旅伴 十二年前的我 坐在你們的位置的時候 我最期待大學生活的事情 老實說 最坦白說 不是其他的 就是愛情 我講現在這個故事 也不是說 愛情裡面不可以有 天雷溝動地火 不可以有各樣的浪漫 還是肉體的吸引力 我也不是想說 愛情遲早就會升華成親情 雖然這可能是一個面向 如果我可以跟當年的我自己 說些什麼 我會想要跟他說 愛情升華到最後 其實是友情 因為我們的生命有一個空缺 是只有真誠的 深刻的朋友 可以去滿足的 在親情裡面 我們通常覺得 我不太能夠選擇我們的家人 可是朋友 就是我們可以選擇的 你可能會像我一樣 列一個清單 想要選一些好玩的 受歡迎的 漂亮的 讓我開心的 會帶給我一些好處的人 當我的朋友 但是如果我們看到對方很醜陋的一面 或者是還要我幫他付上代價的時候 如果是我的家人 我可能頂多摸摸鼻子 被迫接受 可是如果是朋友 你是有選擇的 你可以選擇離開 就像我當時的前男友一樣 可是就是因為你有選擇 你明明可以選擇舒服一點 選擇不要管他 安全一點 保護自己 選擇讓自己好受一點 可是在那個時候 如果你的選擇 是留下來 即使會更不舒服 但是你選擇 看見對方更深的需要 那個選擇 是很有力量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喜歡 魔戒的故事 快要結束了 魔戒的故事裡面 有一個主角 Frodo Frodo有一個使命 就是要把魔戒本人 魔法的戒指 帶到一個 他可以毀滅 毀滅這個戒指的山上 要把這個戒指毀滅 才可以拯救世界 在故事已經接近最後的時候 主角Frodo 他已經渾身是傷 筋疲力竭 而且魔戒已經越來越重 他求跟他同行的一個朋友 叫Sam 求Sam 讓他放棄吧 讓他可以帶他回家舒服一點 Sam可以選擇 答應 讓Frodo當下更舒服一點 更喜歡他 讓他們彼此都開心一點 可是 只是很經典的一幕 Sam 最後選擇 跟Frodo說 我或許 不能分擔戒指的重量 可是我可以 背起你 負擔你的重量 因為他知道 作為一個朋友 Frodo 真正最需要的 不是形式上的體諒 是要完成這個使命 才可以得到他人生中 最終極的滿足 還有意義 小時候的老師教我 什麼是夥伴 夥伴就是果實很多 一人一半 但是登大人之後 我發現 真正的夥伴 真正的友誼 不是各取所趨 不是交換好處 不是為了讓自己更被喜歡 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空虛 還是虛榮感 魔界的作者有一個好朋友 是寫納尼亞傳奇的C.S. Lewis 回來 他曾經說 愛人們 戀人們總是互相對望 可是朋友 是肩並著肩 眼睛一起望向 共同的遠方 我真的不是愛情專家 私下可以跟你講更多 但是我想要跟當年我的自己 還有或許是你 分享的東西是 不論是在愛情 或者是其他的關係裡面 與其追求 成為一個被喜歡的人 不如選擇 做一個真正的朋友 讓別人 可以因為你 成為最好的自己 也只有這樣 你也才也可以獲得 這樣真正的朋友 因為你的選擇 如果你選擇的是 真正的友誼 對我來說 那是登大人最深的一種滿足 所以最後 其實聽完這些崩潰 我不確定大家心裡面 是不是也滿崩潰的 因為本來還滿期待大學生活的 剛還有一些很精彩的表演 結果被我一講完 氣氛整個非常的沉重 然後覺得大學好像很可怕 可是 我想要說的是 我有很喜歡自然老師跟我說過 如果你看一個種子 用顯微鏡看它 它埋在圖裡面 快要發芽之前 你去看它的內部 需要經歷多少的 劇烈的物理化學變化 多麼劇烈的擠壓 才可以去發出芽來 基本上 它就是要死過一次 才可以重新長出生命 就像我很喜歡一句話說的 一粒麥子 如果不落到土裡死了 它終究是一粒 如果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在這一些即將你一定會碰到 躲也躲不掉的擠壓跟崩潰裡面 我們如果能夠長出豐盛的子粒 豐盛的果實 是因為我們在我們的裡面 我希望你也記得 你已經蓄積了充足的養分 這些養分就像是 如果不是我的爸爸 在別人覺得不可能的時候 先願意相信我 如果不是我的媽媽 在我絕望的時候 先願意看見我的盼望 如果不是我的朋友 在我真的很醜 很醜陋的時候 願意看見我可以有的美好 如果沒有這些人 先愛過我的印記 我的故事大概就會停留在崩潰 我的種子大概就會死在土裡面 如果我可以跟當年的我 自己祝福些什麼 我會希望祝福他 仍然經歷這些崩潰 因為崩潰代表有重量 重要的東西都是有重量的 在崩潰裡面 我們才能夠經歷破碎 在破碎裡面 長出相信 長出盼望 長出深刻的友誼 在這些關係裡面 體會愛與被愛 唯有這樣子 我們才可以真的長大 我們的人生 才可以從重量裡面 長出意義 所以真的是最後了 最後的最後 我想要用我大學的教授 Cornell West 他現在滿有名的 因為講一些種族的議題 我想用他講的一句話做結束 在我畢業以前 他告訴我們 You can't lead if you don't serve You can't serve if you don't love You can't love if you don't know you are loved 這是中文 因為我們是被愛的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去愛人 選擇去服務 選擇去看到不是只有自己的 還有別人的需求 選擇最後你可以不是躲起來 你是選擇去領導 領導不是關於一個位階 而是關於一個有靈魂的生命 一個真正長大的生命 你可以用你的生命 去影響更多的生命 所以祝福你們 大學四年可以充滿崩潰 可是也因為你的選擇 在這些崩潰裡面 登成你真正自己會喜歡的大人 所以謝謝你們邀請我來 謝謝 祝福你們